截至目前,新赛季欧冠小组赛抽签结果已经出炉,其中黄马,拜仁和满中等豪门都抽到好钱,只要正常发挥,他们不能拿到小组第一。 至于巴萨,尽管同组的对手终有硬次和国尼两大豪门,但是巴萨依然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,他们最终出现相信不会有大的问题。 在本次抽签中,尤兰与曼联一同分到H组,同组的还有瓦伦西亚,和来自瑞士超的年轻人,在这个小组中,尤兰绝对是出现大热门, 曼联则与瓦伦西亚,将竞争另一个出现名额,只要正常发挥,相信曼联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出现,在A组中,不出意外的话,马进将会占据一个出现名额,无论多特盲的还是摩内哥,相信都难以阻止这只西小豪门最终出现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次欧冠抽签,利物浦身陷死亡之组,同组的对手有大巴黎,纳布勒斯和贝尔格莱德红星,在这个小组中,除了贝尔格莱德红星实力稍弱之外,大巴黎,利物浦和纳布勒斯都有机会出现,谁最终无缘十六强,详细都是非常合理的结果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黄马本次小组赛抽到好切,但是他们的渡冠赔率高达时,作为未免冠军,他们仅仅排名第五,很显然在C罗离开之后,外界并不看好他们能够在欧冠赛场上实现四连冠,出乎大家意料的是,历史上从来没有拿过欧冠冠军的曼城被收看好,在渡冠赔率榜上这家英超豪门球队高居,榜首, 他们是本届赛事中最被看好的夺冠热门,在瓜迪奥拉的带领下,曼城的剑步幽默共赌,尽管上赛季他们被立务府淘汰,但是外界依然看好他们能够在新赛季外定冠军,值得一劫的是,巴萨和尤文的夺冠赔率也都比黄马低,这绝对符合两支球队的实力定位。 要知道,在引进C罗之后,尤文的前场终于有了大杀器,上赛季他们之所以被黄马淘汰,就是输在C罗身上,逐渐这位葡萄牙剧新加摩球队,尤文绝对更有把握争夺冠军。 至于巴萨,尽管失去了伊涅斯塔,但是他们引进了比达尔,再加上灯贝来开窍,还有古蒂尼奥也逐渐挑起中场大梁,可以说这支球队的实力比上赛季还有提升。 不要忘了他们还有超级巨星梅西,只要有他在,巴萨无论参加什么比赛,相信都是夺冠热门,从赔率上看,曼城无疑准备看好,新赛季这家英超豪门,很可能与巴萨和尤文竞争冠军。 至于黄马,除非贝尔能够完全顶替C罗的作用,否则的话他们恐怕很难成功未免。